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其实就是我们画画的人常在做的事 以声音媒介来说 把不同的演奏方式与不同表现效果的乐器 转换成另外一种乐器的演奏 也是一种翻译 例如把原本由钢琴演奏的曲目 翻译成吉他演奏的曲目 这些都是广义的翻译 由于原本不同的媒介 各自有各自的规则与限制 因此而产生了不同的特性 在翻译的时候 必须要想方设法 使这些不同的限制隔阂 能够相当接近地转换 那并不是把已经现有的东西 照抄一遍就可以的 必须要有一些创作的成分 才能够顺利地完成翻译 并且翻译过的新作内容 其实已经多少和一些原作 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翻译多多少少 还是包含了一些创作的成分 但是翻译的时候 不能够在主题含义上面 去做原创性的发挥延伸 翻译必须尽可能地 尊重原作的主题内容 所以翻译作为一种创作的成分 其实比例不太高 翻译的主要功能 是为了传播扩散 那个原作本来的媒介内容 接下来谈诠释 诠释是指针对一个原本的内容 不够清晰或有弹性解释空间的部分 加上自己的意见 去扩充延伸强化它的内容 例如古典音乐著名的曲目 已经有非常多的后代音乐家演出过 但是其中有一些著名的音乐演奏家 并不是造本全收 反而它诠释出 含有自己风格的表现 中国书法家经常写的古代人发明的文字 字体和文学著作 但是有一些人能够重新诠释出 自己延伸发展出来的 个人书法风格 也就成为自己有创新 创作成分的作品 一部古典小说能够被现代的影视连续剧 改编延伸 变成符合现代文学与商业运作的内容 在现有的特色框架下 赋予新的价值与意义 这些都是全式的创作 这种全式创作的成分比翻译多很多 但是全式的弹性范围 随着在不同作品的艺术文化传统中 可多可少 创作的成分比例也不一样多 而且原创的主要格局不是自己创作的 所以通常也不算是创新含量很高的原创 一般多数的艺术创作 其实都是属于这样的全式改编的方式 来做一个创作的呈现 而且越是传统定型的艺术领域 通常越是属于这样的全式创作范围 严格定义的创作 是指高度创新发明的著作表现 是明显超越了现有的已知的 已经存在的成果 与现代已知的成果明显的要不相同 类似于现代要获得发明专利的审核标准 你要在艺术表现的市场上 学术研究上被认为是有所创新与众不同 更好的还是要能够对现代的艺术家 或者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样子就会被认为是原创性很高 而且有很重要的影响力 但是这样子一种原创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也需要含有许多运气的成分 许多专业的艺术家一生都在追求这个目标 但通常会一路发现 所有自己想象的 已经做的 推测过的可能性 其实都有人做过了 甚至做的还比自己好 所以这样子原创性高的创作 其实是非常难的 没有努力于创作的人会以为创意是无限的 实际上专研创作的人会知道 严格定义的创作是很难的 重要的原创其实是很稀罕少见 一旦出现就会被认为是艺术领域 某个宗派的创立者或者是先驱大师 甚至会被写入美术史、文明史 其实这种状况在生活中 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 一般已经经过专利发明 审核通过的创新 根据统计 其实也只有千分之四 在市场上是成功应用发展的 任何一种重要有用的创新 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 而且是可遇不可求 一旦产生了 必然受到行业 甚至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随着人类文明的累积 越来越丰富 已经具备的文明基础越电越高 现代人再怎么聪明好运气 都已经不可能产生完全的原创 人人都是站在 前人累计的基础上才能创新 在现代不可能一个人生下来 不学习利用人类社会 已有的语言、文字、知识 技术与工具 却可以超越现有 产生创新成果 所以我们不用去追求理论上完全的原创 那是不可能也不切实际的事情 各行各业皆是如此 在现代已经没有人能够不学习 前人不利用前人累积下来的文明资产 而能够在现代社会创新 只要原创的成分比例明显过高 突破了一般常见的框架、障碍 而有所创新成就 就已经是极难得的成就了 全世界推崇的诺贝尔奖 也是依照这个原则来评选获奖人的 创作可以随性、凭空乱想 或者凭着已知的文明系统推论出来 但是创新必然伴随着高失败率 一定是要经过文明系统的检验认证 一般人认为那是很严重的浪费 而不愿意买单 也就是不愿意付出代价的 资源总是有限的 不可能让你无限制的浪费 每个人都希望一步就成功 希望所有的资源都非常合理的得到回馈 但是其实真实的状况不是这样 但是其实所有的创作、创新 都包含了非常多的失败 包含了非常多一般人认为的浪费 难道因为这种失败、这种浪费 成本很高就不做吗? 创作其实推升了人类的价值感 引领文明的进步是很重要的 没有创作、没有创新 你的人生价值感一定不能得到提升 文明一定不会进步 所以创作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单元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您有什么看法欢迎给我留言讨论 我们下个单元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